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三半孤里 窗外雨滴打破細碎的玻璃 与你相遇 是在一个单纯美高的世界 而在编织那天 你泪流夸张情节 足以向全世界讨回 你付出的一切 嗨 大家好啊 看到我吗 唱歌开始咯 好久没有直播了对不对 三藩孤里 窗外雨滴打破细碎的玻璃 与你相遇 是在一个单纯美高的世界 而在编织那天 你泪流夸张情节 足以向全世界讨回 你付出的一切 三个故事 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 纪念诗歌 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眼 像是警告自己 不能屈服相望从前 天边 天边 地边 我们的爱也变 而我 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遗失了你 顺便遗失了自己 以为荒唐到底 很有缺际 而我 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属于我 搞成的自己 不是你 过分的感情 而我爱你 而爱无法撑起 想拥有的 想拥抱的 以为能通向领悟的结局 而我 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顺便遗失了自己 以为荒唐到底 会有结局 而我 在这座城市 失去了你 输给欲望 搞成的自己 不是你 过分的感情 而我 爱你 而我 爱你 而我 爱你 而爱 可以 撑起 想拥有的 想拥有的 想拥抱的 想拥抱的 以为能通向领悟的结局 以为能通向领悟的结局 就是得知说全台升三级的防疫警戒 要到6月14号是吗 难免心中会感觉到一股 小小的沮丧 觉得 啊 这件事情好像还要一段时间才会落幕 不是说疫情这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哎 来唱一些歌给大家听 就唯一能做的 陪伴大家的方式 就是直播 然后唱歌给你们听 选了这首 告无人的 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也是希望大家对我们这座城市要有信心 一起努力的话 这座城市不会遗失任何一个人 每个人的健康和平安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嗨 嗨 大家好 那我再唱一次好不好 刚开始的有点突然 因为毕竟我真的 距离上次直播也是非常非常久了 所以心里就是还蛮紧张 我手非常的冰凉 那我再唱一次好不好 这首歌送给在这座城市里面 现在虽然大家是都是有点 人心惶惶 然后对于 我今天就是算是这波疫情来 第一次出门 去买一些必需品 然后走在街上的时候 看到那个 比往昌还要荒凉的景象 就是 内心就是突然觉得 一股鼻酸 就觉得很多人 在这里面我希望他们都可以 像是做生意的啊 卖吃的啊 开餐厅的啊 很多人 希望他们可以 好好地 撑过这段时间 然后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努力 好 再唱一次哈 这首歌是 词告无人的 在这座城市 遗失了你 三番鼓里 窗外雨滴打索洗碎的玻璃 与你相遇 与你相遇 是在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 而在编剧那天 你泪流夸张情节 足以向全世界讨回 你付出的一切 你的故事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 纪念时刻 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眼 相识警告自己 不能屈服相望从前 天边地边 我们的爱不变 而我 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顺便遗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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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荒唐到底会有结局 而我 在这座城市失去了你 输给予欲望高潮的自己 不是你过分的感情 对我爱你 而爱无法 争取 想拥有的 想拥抱的 而我 以为能通向 以为能通向 领悟的街址 而我 在这座城市 顺便遗失了自己 顺便遗失了自己 去给予欲望 去给予欲望高潮的自己 不是你过分的感情 而我 而我爱你 而爱可以 成奇 想拥有的 想拥抱的 想拥抱的 去给予欲望的结局 尔卡 喜欢吗 你能通向 邉悟的结局 大家在做什么呢 大家最近在家таocoם 在做什么呢 真的好久没有直播 但是因为我 头发 是蠻亂的 所以必須要戴一個帽子 你們最近好嗎 嗨 你們好嗎 我真的很想念大家 是真的 就覺得 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正在做什麼 現在是晚上九點二十二分 我再唱一首歌好了 獻給在家裡的你們 這首歌是理想混蛋的 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也不是因為防疫在家才愛你 我們平常其實就要珍惜 可以自由的日子 可以隨時隨地想去哪就去哪的日子 可以在家裡跟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日子 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不是因為看見星星才想你 不是因為剛好沒有別的事 才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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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腦海裡複習 擁抱你什麼角度最合適 其實我常會想像我們老了的樣子 坐鞭牽著手 右手拉小狗 可能還有很多小孩子 其實我 不是因為好天氣才這麼說 牽著你走過 牽著你走過 大雨盛開水花的路口 也是我一樣喜歡的夢 欸 原唱本人在這裡聽 在看嗎 是理想混蛋 是這首歌的原唱嗎 嗨 我是昨天才聽到這首歌的 然後覺得 欸 這旋律很好聽 很簡單 就是聽起來很溫暖 我就立刻把它 這樣子練習了一下 希望你不要介意 這首歌 讚 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不是因為看見星星才想你 不是因為剛好沒有別的事 才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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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腦海裡呼吸 擁抱你 什麼角度最合適 其實我 常會想像我們老了的樣子 左手牽著手 右手拉小手 可能還有很多小孩子 其實我 不是因為好天氣才這麼說 牽著你走過 大雨盛開水花的路口 也是我一樣喜歡的夢 謝謝你們喜歡 太好了 那 今天就 先這樣吧 準備了兩首歌唱給你們聽 讓我想說 之後就是 還是要常常回來直播唱唱歌 大家如果有想要聽什麼歌的話 可以在我的粉絲頁上面給我一些建議 畢竟我最近呢 就是很想要知道有什麼新的歌好的歌 需要大家的推薦 那在這邊 那在這邊還是非常非常 真心誠意的想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身心靈都愉快 可以很平靜的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刻 愛你們喔 掰掰 我等一下會去IG直播 IG直播 然後唱的歌也差不多就是這兩首 因為我 只有練這兩首 好不好 重點是大家如果還想聽什麼歌的話 歡迎來點歌 好 掰掰